這是什麼儀器? 這個叫做鏡片透過濾光補儀 鏡片透過濾光補儀 鏡片透過濾光補儀 就是什麼光透過多少 那也就是說店家都會跟你講說 你這支眼鏡綠藍光幾%? 10% 20% 30% 40% 100% 那你可以綠掉多少藍光從這邊看得到 好那這個是一般的透明的 但是有綠藍光 對,這是鍍膜式綠藍光 這是在網路上買的 這是一般的 那這個是你們的 這是我們的 然後叫做標靶式綠藍光 對對對 大概市面上最多是這種 99%是這種 這種最多 像這種有顏色也有比較少一點 重點是這個會變色 這個 沒變色 這個 一下就變黑了 所以這個也 也還包含變色片 對 它也包含變色片 所以我到那個 太陽底下它是會變色的 對對對 你再弄一次 好 好 ok 剛剛碰到紫外線它就變黑了 所以說這個 等一下我們 我們拿左邊的鏡片下去測它的光譜形狀 好 拆下來 我們把它放到儀器 這邊有一個 檢測孔 ok 然後 檢測 那等一下我跟妳解說這個圖怎麼看 這裡是紫外線 UV400是指400奈米 就是波長的位置 這是波長 嗯 那這裡是什麼透過濾 就是我透過多少 嗯 那這裡是百分之百 那我們的紫外線被濾掉了嘛 對不對 嗯 那藍色光從 我們紫外線是從 那藍色光是從 400到500這一段是藍光 但是LED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LED最強的位置 所以我在周圍的地方都濾掉 嗯 但是這個地方沒有那麼多 其實沒有必要 嗯 這邊的話就保留 對 所以這個眼鏡的光譜是這樣 針對藍光在濾 對 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叫標靶式 就是我針對LED的強 等一下我們會看 LED的那個位置在哪裡 LED的藍光位置在哪裡 所以直接測驗給你們看 那我們現在再找一個就是透明的 透明的 比較透明的 透明的不管會不會變色喔 你變色片直接鍍那個膜也是會綠藍光喔 只要那個膜 它反射掉10%到15%的藍光 嗯 它就是綠藍光的 那儀器先歸零一下 對 先歸零 好 歸零 現在歸零 好 那我把這個透明的放下去 也是有綠 比例上的話是 它比較亮 它的好處比較亮 但是它綠的是稍微少一點 欸 可是它四百以前的是 就整個就不見了 對 也是紫外線綠掉 因為現在目前鏡片幾乎紫外線都會綠掉 樹紙片 都會綠掉 對 所以它的藍光的綠的量 不是針對 這一塊也是有掉下來喔 也是蠻 也是很明顯 就是 這邊可以看到一百減八十八 有沒有 也是有十二趴左右 也是有 透光率很高 它的好處就是亮 透明 對 但是以我的 我學習的 就是這個 這個綠藍光這個 東西的時候 我去研究過一個東西 叫做 藍玻璃 那藍玻璃技術其實跟 綠藍光的 晶片技術是相同的 嗯 那藍玻璃如果是鍍膜式的 它會有個現象就是 它反射太多的時候 會有光層差 光層差 就是 你 看出去會比較 沒有清晰 也比較容易疲勞 所以說 那個 鍍膜式的綠藍光量 千萬不要超過15% 超過15%可能就 清晰度跟疲勞度就會出現 嗯 因為我們研究很多很多 國內外的一些資料